波云见日聊真相 莫障寻常说古今 大家好 本期我们来聊聊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人 说起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人 大家脑海里第一个脑补的会是谁 李白 杜普 白居易 陆游 都不对 他是大清皇帝乾隆 众所周知乾隆在我国可是难得的明君 他可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乾隆一生写下四万三千多首诗 是个什么概念 要知道 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的巅峰 全唐诗收录了两千多位诗人 共四万八千多首诗 乾隆一人就写了四万多首 他一个人写的诗的数量 差点赶上了全唐诗了 按乾隆活了八十八年来算 平均每天写一点三首诗 不可谓不勤奋 不过乾隆虽然写的诗很多 但这四万多首算不上精品 水平远不及 宋徽宗赵杰 更不能与后主领域相谱并论 没有几首诗能拿得出手呢 乾隆有这样一首诗 一片两片三四片 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十一片 然后就卡壳了 季晓兰 飞入梅花都不见 她的诗只注重表面 给不了人那种带入的感觉 这是她写诗的最大错误 像这种寄流水账的诗 没有人喜欢 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虽然乾隆写的诗 在文学上的研究价值不高 但是因为他喜欢写的是纪实诗 从诗的内容来看 还是极大程度的能够反映 当时清朝的一些大事件和变化 有很好的历史研究价值 也还是给后人研究历史 留下了很好的素材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想了解的 想要对我们说的 可以给我们私信 或者在下方评论 您的兴趣 就有可能成为下期的节目 不要忘了关注我们 再见